近日,澳大利亚悉尼市北部海滩地区爆发了新一波疫情 并且已经扩散到整个大悉尼地区 随着圣诞节即将到来 许多民众不得不取消或改变节日庆祝计划 而就在一周前,全澳疫情形势乐观 无大范围社区传播情况 多个州及领地政府宣布放宽入境限制 许多澳大利亚人已经提前做好旅游计划 打算利用节假日跨州旅游或拜访数月未见的家人和朋友 虽然悉尼的大街小巷已经张灯劫彩 但疫情反扑使人们的圣诞安排被打乱 西南威尔士州卫生当局要求 疫情热点地区的居民尽可能减少出行 同时将家庭聚会人数限制减至10人以内 所有室内场所恢复此前每4平方米1人的规定 为应对新州迅速扩散的疫情 包括维多利亚州 昆士兰州 西澳大利亚州在内的多个州和领地开始实施限制措施 从新州疫情热点地区进入的人 需要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以及自我隔离 19日至20日 悉尼机场人马为患 不少民众打算赶在新州边境关闭之前前往其他州 为此 悉尼机场的客流量也达到今年的最高峰 并且一度出现机票售庆的现象 目前 新州新一波疫情仍在发酵 已有约5万人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 随后 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还将宣布 是否对圣诞节前后的限制措施进行进一步调整 悉尼当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希望新的一年可以尽快回归正常生活 前提出的 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 现在已经有服务独立了 没必要当的 但是我们再来改写 我们再来成功 不会再次回顺 这是我希望 当时第一个人育成 没有更加病毒 希望所有人都会出现 写止 我们回顾马来回顾 本来自身相应的 我们下一个人生命的 人生病毒 生病毒